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好 我是保卫科长方若瑜 你好 大姐 方科长声音洪亮 看来对新岗位还是满意呀 大姐 你怎么电话打到这儿来了 怎么了 方大科长不高兴了 我不过是把电话追到你办公室 可不像人家高小姐跟你像跟月亮似的 不 你回头再说吧 挂了 既然方科长有事 那我就不打扰你 下班以后 我去你那里说 不 那你先再说吧 说 其实也没什么要紧事 就是带大姨转个话 让你安心工作 那个有人来了 回头再说 我挂了 挂了 请进 四经理啊 崩然 你好 你好 我怎么看你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了 病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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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昨天晚上 没睡好 疏似添响 好字啊 这你写的 四经理见笑 见笑 我的天啊 就副社长这个介绍还真没有错啊 你还真是个人才啊 不光会拿枪还会拿笔呢 厉害厉害 那是副社长抬举我了 方干长 以后我还真得求你一副墨保啊 孙经理可别刺弄我了 这 你要是请墨保啊 那得请大加息 我这就是个爱好 这 这就够好了 别谦虚了 有事啊 你说你这个脸色也不太好啊 可这几天真不敢让你休息 这个咱仓库里啊 有一批这个军用棉被 联系好车皮 以后就得运走 没运走之前啊 你当保卫科长 得多上点心 不能出现闪失 孙经理放心 这几天我就吃住在五四公司 保证不能出差错 好啊 我说 那就辛苦你了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 这个莫保这个事你就 就答应我了啊 四经理 好 你忙 你忙 好好好 我走了啊 慢走啊 别别别别送了 接电话 好好好 再见 再见 范科长 你看有个女的找你 说是你大姨 那是俺家一个远方穷亲戚 八个样子打不着的 就说我不在 出差了 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哦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哎呀 范科长不在 出差了 我听说呀 是十天半个月回不来 他刚上班就出差了 这是去哪儿了 哎呦 这我哪知道啊 要不 你先回去 看我吧 来一趟快累的 我上你屋歇会儿啊 哎呀 那那那这 那不行 什么不行啊 我歇会儿咋啦 那那我坐这儿总行吧 哎哎哎哎 你怎么能坐这儿啊 这不能坐 你 哎呀你我倒杯水杯 你我呀你 哎呀 你什么样啊 去 好 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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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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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班了 鸡蛋 鸡蛋 不得翻啊 方科长 吃饭去啊 那个女的走了啊 走一会儿了 方科长 你不理她就对了 那个女的 一看脑子就有问题啊 很难缠 这个方科长你放心 她要再来我就撵她走 只要你不点头 我保证不让她 进咱们物资公司大门半步 这不对啊 让谁进不让谁进 这不能我点不点头 关键是要看证件 对对对对对对 咱们是认证不认人 这就对了吧 这跟前 有好吃点的馆子吗 有啊 这儿出去往东啊 就有一家王八锅贴 他家这个九转大肠做的 可是绝了 好吃啊 对了 你贵姓 我姓崔 你叫我崔海峰 崔海峰 你这个名字好啊 凉快 我也不会姓凉啊 好 好 好 姐 您在这儿瞅啥呢 没啥事啊 你问那么点啊 你说都几点了还不来啊 这有点做买卖的样子吗 那要是饿着文工团的同志 这还能拍戏吗 不像话 我跟你说啊 文工团早上起来接到紧急通知 让他们去荆州演出去了 那菜不用摘了 上午也不用做饭了 你怎么不早说啊 那早说晚说能咋的呀 跟你也没关系 你咋知道跟我没关系呢 我让你来这儿上班干活 你要是干不好的话 我不得跟这儿受埋怨呀 你看看着我的眼睛 回来 我不 你回来 我不 我讨厌 讨厌 来 扑 好 谢谢 慢用啊 我这妈 你真是一油滚不散 你不 老板娘 再两份酒菜盒子 好嘞 你给我来两份啊 我会 好嘞 两份酒菜盒子 好嘞 面倒咋样 嗯 是不是血瘦 是个瘦 那没什么馅 别给我装 马第二旅馆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说的是血瘦 高大侠 你要想做得吃你就好好吃 你要是不想吃 也没有人求你 哎 老板娘 哎 给我一来个那个 樱桃肉 甜口的 加点香菜啊 好嘞 樱桃肉甜口的 酥泡香菜啊 哎 好 老板娘 哎 再给上二两白酒 还说自己不是特务号呢 街头暗号都听明白 行啊 哎呀我的妈呀 什么暗号啊 你 你说 要给樱桃肉 我说再二两白酒 这不搭配吗 什么 给我装二祸 打开 高大侠 你不要把别人走往坏推向 这不是什么好事 是 对你来说 当然不是好事了 因为你的狐狸尾巴 快被我揪住了 哎 我就不明白哈 这个公安总局 你好好的 待着不干 你跑到物资公司干啥来了 你这不急 吓得不高明 你想啊 这公安总局的情报 可比物资公司拖多了 你不该来 这是我得批评你 慢用啊 喝 我先敬你一个 敬 回来了 这儿太好了 哎呀 这高大侠这么个干法啊 这个饭店早晚得慌摊 他呀 这心思就没在开饭店上 哎呀 心思没在这上头挺好 人家高大侠 是立家赫赫的战功的女英雄 你说她能不给人家个大伙当 也就罢了 天天踩人家扁人家 不然谁谁能过得去啊 倒也是 我话说过来啊 你感觉不是小子 挺好意思啊 为大侠姐姐个字 跟那儿兴帮的都给打了 可不咋的 那四万毛驴子 为了高大侠 还真能获得出去 不过人方先生啊 也是有骨气的 那一气之下 不吸得干了 去哪儿啊 我哪知道啊 嗯 还没跟你出来啊 没有 跟我说啥呀 也对 他又跟你说了 那不是总是告高大侠的吗 他知道你是高大侠的嫂子 这不总是至少没事呢 喂 怎么就知道 我就非得告诉高大侠呀 我告诉你啊 我可是在公安局 做保密工作的干部 我 我能那么老破嘴吗 再说了 你以后 别老说我是高大侠的嫂子 首胎已经不在了 我可不想老沾她的光 想通了 你不沾人一关能上断鱼吗 你勾腿堵住象牙 来 来 把这个 把这个喝了 哎呀 妈 咋了 那要是这样你还真能喝死我 你放心 我不会把你喝死的 我还得等着 等你现圆形呢 阿大侠哈哈 既然咱俩坐在一块儿 能喝上酒了 想起一句俗话来 叫做 酒后吐真言 那咱俩就这样 借着这点酒 咱俩就吐个真言 我告诉你哈 我喝不喝酒 我都从来不说假话 不像你 那我就问你一句 你觉得你现在这样 值吗 不是 我现在哪样啊 我哪样啊 那我就用你的话说教 揣着名背 装糊涂 受冤枉的滋味 不好受哦 是啊 我受冤枉 确实不好受 但我不怕 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调查 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 不是我操心 是有人替你操心 你不知道 谁啊 副处长 副家座 这就是你 调查来的 情报啊 哎呀 你说你当年多厉害呀 你在凤火团干的那些事啊 多少人都传颂着 尤其是当人们知道了 这么惊天动地的事 是一个叫高大霞的女人干的时候 那更是拍手称坏 奔走相告 让我们这些男人 汗颜哪 是啊 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 我们女人也能成大事 我们女人也能够当英雄 我要当现代的牧民 好 那就敬布归影一杯 姐 姐 嗯 这咱俩也好长时间没落了 我想跟你说说话 说呗 别看你平时 一天到晚呜呜喳喳的 但我知道 你心里边也苦 每次我看见你自己在院里坐着的时候 我这心里也难受 是 我以前总是跟你对着干 是我不对 但我是真担心你呀 姐 要我说呀 你平时没事也向咱嫂子学学 打扮打扮自己 飘飘连连的 不好啊 是不是 啥意思 先解丑啊 不是 行啊你个臭小子 知道心疼你解了啊 算我没白打你 还说打我 我知道 平时 我喳喳呼呼 你们都贼烦我啊 哎呀 先别装我知道 给你丢人了是不是 哎呦好 说什么呢 我也不想那样 哎呀 等你起来 就这臭毛病 忍不住 哎呀我坐在院子里 我也 我真累 我就想 倒口气也没别的 我心里都苦啊 苦啥呀 小枫 小枫 刚从大仙里来的木耳 你带回去 不不不大仙 大仙留着卖吧 哎呀卖什么卖 你还真当开这个洋行是为做买卖啊 这什么 别折了呀 这一幅字 我在办公室随手写的 这个雅浩 我家先生也还写字 光是临摹的帖子 就一大路 我看看呗 太丑了大姐 别看 哎呀你哪回都给我惊喜 什么时候丢过丑啊 哎呀 又瞎死天想 你就这么天天想着高大侠 你啊 不是 小枫啊 上次我上你们家的时候 就看你墙上挂着这幅字 我都没吸得说你 你可得好 还没完没了了 不是 大姐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你不是有文化吗 这霞思天想 它就是苦思冥想的意思啊 高大侠没文化 这几个字 能不能认权 都不是问题 小枫啊 我们是特工 最怕艳过流声 最想水过无痕 我说实话吧 我写这几个字的时候 我确实是想过高大侠 嗯 我经常写这几个字 啊 拿着连笔 还把它挂到往墙上 我呢 是在提醒我自己 高大侠无孔不入 无处不在 要提高警惕 小心谨慎 啊 你要是这么想 我倒支持你写这几个字 不过 你不能光写字不思进取啊 从公安局到物资公司 本以为你能利用工作的优势 提供更多的情报 你可得好 来个麻袋换草袋 一袋不如一袋 不是 我这不是刚去 很多事情还没上手 没上手就赶紧上手 大姨既然把你安排到这个位置上 你就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天天撞钟 永远也撞不出个方丈来 你不要忘了 戴老板已经谨慎你为国君上校 戴老板的恩典 我定当竭力相报 可是 我这个和尚也不能避着眼睛瞎撞 那只怕得撞个头破血流 难不成你想换个庙当方丈吗 大姐 这种话请你不要再说第二遍了 我方若瑜 生是党国的人 死是党国的鬼 哎呀 这不是话撵话撵出去玩笑吗 你看你小方 还急上眼了 好言一句三冬暖 恶语伤人六月寒 那好 我就说点三冬暖的话 现在党国的形势一片大好 国君在共产党的解放区攻城掠地 就连自以为能打仗的林彪 都被我们撵到哈尔滨去喝松花江的水了 可以肯定的是 党国收复大连 也是分分秒秒的事 到那时候 你小方就是大功臣了 来来来来 来 大姐 来 你看 我给你支了个开支 来 大姐这个不 别人看你不是 是 你看大姐 刚才你还说呢 干咱们这行的 最怕燕国流星 最想水过无痕了 都会现学现用呢 那好 大姐这一份心意就留在你心里 好好好 谢谢大姐 对了 我 我刚才说到哪儿呢 对了 大姐啊 我跟你说实话啊 不管是在公安总局 还是在物资公司 我不是不相努力 实在是高大侠盯得太紧了 你看 我头一天上班 他就追过去了 这你能想得到吗 哎呀 我也没想到 他居然这么黏人 即便是这样 大姐也希望你能排除困难 不要把高大侠的骚扰 当成消极代工的理由啊 我只知道孝中党国 不懂什么消极代工 你看看看看 又急眼了 那是 那好 我问你 物资公司的餐库里 就没放点有用的军用物资 军用物资倒是没有 不过倒是有一批 即将用往东北的被俘 被俘 被俘 太好了 那我们就先在这批被俘上做文章 咱爸 走了 你说 也没跟咱打个招呼就走了 但我觉得光荣 给咱们老高家光荣 咱家现在 就剩下你和我了 咱俩不能丢脸 是不是 手评你可给我听好了 现在就得看你了 给咱们老高家争口气 听到没 你放心姐 我一定好好干 我知道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那姐再说个事 你帮帮我呗 姐你说 我一转帮你 你说的哈 你给我弄一个 物资公司的那个 那个 这呗 合着这么半天都白说了 啥白说了 你还惦记着上物资公司 跟踪方若鱼去 这方若鱼突然从公安局 调到物资公司了 为啥呀 那就是有问题呀 为啥呀 躲你 他躲我干啥 他就是个老狐狸 盯上物资公司那块肉了呀 你想多了 什么想多了 你就说 弄不弄吧 我就是个科长 那 那印章 他也不在我这儿啊 是不是在此锅子手里啊 你就别管在谁那儿了 反正这事我办不了 你也别难为我 美国的军舰 已经往东北 给我们运送兵力了 你现在要做的事 就是要把仓库里的那些 被俘尽快处理掉 大姐 我也想一把火烧了那些被俘 可高大侠一天到晚 跟幽灵似的跟着我 如果这批被俘出了问题 那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呀 大姐 你这不是把我往牵口上送吗 一把火烧掉不高级 那就太便宜共产党了 那不刷还能怎么样 放一把火只能影响他们晚 换被俘几天 杀伤力不大 如果要是按照大姨的指示 来办的话 那批被俘 就可能消灭共军一个团 一个师 甚至更多 大姨有什么好办法 明天大姨就会摆那个宝贝送过来 行 那我明天过来拿 小冯啊 你来来回回跑多麻烦呢 也不安全呢 今天晚上就在我这儿将就一球得了 你一个人在哪儿还不睡觉呢 不行了 姐 这个不行 小方 我跟你讲 你不是 换个地儿我睡不着觉 小方 大姐 为了打官的事业 我辛苦一点 心甘情愿 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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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她没把你这么招吧 你没把门锁什么 锁了 我从里边锁的 我让你锁外面 来 嫂子 我饭做好了 你自个儿吃 你回来 怎么了 怎么那么板着 你干什么去呀 有点事 你是去找人方先生吧 利口一个方先生 人家方先生 是咱们家的恩人 你这一天到晚 找人家的麻烦 这太不讲究了 什么恩人啊 我告诉你 他就是狗特务 他是人民的敌人 你别被他那个假善良 给欺骗了 人家假善良 救了我跟守平 你真善良 把我跟守平扔下 出去封了好几年 你回来恩将仇报 你还有理了 行了 快攒起我了 早晚有一天 你们就能看清楚 她的真面目了 行了 嫂子 你看你这脸上都有昏了 你赶紧看看去 快去吧你 你回来 哥 你好 早大爷 姐 吃饭了 别喊了 你姐出去了 干嘛去了 又找方先生对命去了 唉 你能不能跟傅大哥商量商量 劝劝你姐啊 这一天到晚呢 这么瞎胡闹 那还让不让方先生豁了 这傅哥跟我姐说了多少次了 那也没用啊 那就这么由着他的性子 傅哥说了 轻者自轻 这方先生要是真没问题啊 我姐再怎么折腾 没用 这叫不咬人割影人 我要是方先生 都被 都得被你姐给折腾疯疯了 你当这儿是你家 一天来八百趟 你当我愿意来啊 你当我姐愿意让你来啊 你再 是方先生吗 嫂子 再去煎个鸡蛋吧 要那种半生不熟的 我给傅哥烧回去 他人都不回来 还烧什么煎鸡蛋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咱们局里有多少事 等着他处理呢 有的时候 傅哥就在办公桌上边 将就一宿 只要再不吃点好的 身体哪儿受得了啊 行啊 爽飘 啊 现在都会流血拍马套号领导了 嫂子 看你帅 你以前 不是对傅哥更好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人家看不上我呗 那我总不能烧火棍子 老是一头热啊 两头热 你不怕烫着自己啊 你别烫着你就行了 赶紧喝你的粥 这是什么呀 你不会连鼻烟壶都不认识吧 鼻烟壶我当然认识 我是说大姐一大早让我跑来 不会 就是想送我一个鼻烟壶吧 那当然了 这是大姨 昨天晚上派人送来的 看看吧 里面可是有好东西 你不要命了 怎么说这里不 不就是粉末吗 对 别看这东西无色无味 药效可不得了 只要把这些粉末 撒到背符上 只要跟皮肤有所接触 就会搔痒难受 甚至溃烂 而且 专人性极强 我去拿个袋子 给你装上别漏了 哎 惊喜 草地呢 姐 你来了 我来买个 买个雪花糕 那我快进去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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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真是个活祖宗 偷什么了 拿出来吧 谁偷东西 我去 买东西来了 叫你掏 你就给我掏 怎么了这是 大侠来了 你们俩一见面就掐 到底为什么呀 有什么事不能商量着来吗 都别发火 好好说话 要不咱们里屋去吧 我给你们俩倒点水 姐 偷东西 赶紧掏出来 谁偷东西了 你 我就来买 买个东西 买啥呀 你明明没人看你放口袋里了 让你掏 你赶紧给我掏出来 掏什么掏 我凭什么听你的啊 你不掏出来 你就是心里有鬼 我有什么鬼 我 我就是来买点东西 你能不能 别老缠着我呀 姐 她偷你一个小瓶子 什么小瓶子 我没拿小瓶子 你拿了 你怎么没拿 你说得对她拿了 看到没 我 我 是我过来我就是想买个 鼻 鼻烟 漏了 漏了 漏什么漏我漏 你有鼻烟 你不去医院 不去药店 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 我 你撒谎 能不能把这个谎撒圆一点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的 高大侠 我说我买鼻烟壶不是鼻烟药 大侠 刚才方先生拿那小瓶子 是鼻烟壶 方先生 你就拿出来 让高大侠看看呗 你也看不坏 来 你看 你看 你指不定放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别胡说八道 大侠 你说这话 大姐可就不高兴了 这东西方先生是在我这里买的 这里面要真装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罪过也得是我担着 不是姐 那 我这不是怕 他往里面放什么 高级炸药啥的咋办 万一你不知道咋整啊 林药妈 你可真敢想 你好歹也是在放火团干过的 这么点个小东西 什么高级炸药炸谁去 炸苍蝇还是炸蚊子呀 不是 那行 那你告诉我 这里啥东西 那 这个鼻药户里还能装什么东西啊 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大侠你看看这说明书 你一看就明白了 你看看 你看 有白纸黑字 你看看 我不看 我就要你说 你给我说这里啥东西 烟草 你蒙谁呀 怎么 烟草 谁没见过 那玩是卷的抽的 不 也有闻的 大侠 他说的没错 这鼻烟糊里放的确实是烟草 这不是普通的烟草 是把香味上好的烟液晒干以后 和一些贵重的药材磨成粉末 放到这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陈化 用手指啊沾上一点 放在鼻前 闻味 闻味 对啊 高大侠 你呀 你没见过这个东西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 这个鼻烟的味道啊 全世界都有一千多种 你比如说 有薄荷的 甘草的 酒香的 木香的 陈香的 檀香的 色香的 还有龙咸香的 薰衣草 茉莉花 龙咸草 少叶花 极腔草 扶桑花 含羞草 凤仙花 还有 行了 不要还有了 给我报花鸣啊 别给我来着玄乎的 来 你就跟我说说 闻着味 有啥用 它跟别的烟草不同在于 它有药用作用 臂液 明目 提神 我每天我都让你给折腾的 头昏脑胀 昏昏沉沉 我 我想我就买点鼻烟 闻一闻 能给我提提神哪 怪我 那你这意思就是 今天你买这玩意儿 是我付钱呗 那也不为过 想得美 大侠 方先生跟你开玩笑呢 你可能不知道吧 这鼻烟糊算是精美的艺术品了 材料有瓷 铜 象牙 玉石 玛瑙 琥珀 这里面的图案就更讲究了 又有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什么都能画 大侠 你要是喜欢 我就送你一个 你手里这个 方先生已经买了 行 想要什么 给给给 拿着 来 你给我打开 把那磨的刀出来 闻闻味儿 我看看 给给给 拿着呀 我不想闻 你为啥不想闻 我 算了 大侠 给大姐点面子 方先生不爱闻 就不闻了 这不爱闻 她买她干什么 不是 姐 你老向着她说话 你啥意思 你俩一伙的呀 这 她买我卖 你说 这算一伙的吗 不是 那我让她去闻个味儿 推三阻四的 你是不是心里有鬼啊 我 我有什么鬼啊 没鬼你就闻呗 来 闻 闻 闻 我现在不想闻 必须闻 就不闻 方先生啊 就麻烦你闻一下吧 你要不闻 你无私也有弊了 我不闻 不闻 就别想出这个门 你 马小姐 你们这是干什么 啊 我不闻 少废话 闻 闻 你们这是黑店哪 快闻 哎呀 方先生 你就闻一下吧 这个是不喝味儿的 醒脑明目 好闻 不是 你们这也太不讲理了吧 啊 这 你是不是 怎么还要老板呢 你怎么还没人呢 在哪儿の姑娘 我那儿 还没什么 他也没人呢 他呀 你不得了 他就了 他就不闻了 我去 扩养 我去 哈 哇 就是 还是你姐做的饭 吃着可口 但是我嫂子煎的 我说呢 不如你姐的手艺 别提我姐 一天到晚地跟着方若渝 这也不是个事啊 富哥 你得好好劝劝她呀 我劝她了 她不听啊 她现在受了委屈 就更觉得是方若渝捣的鬼啊 你说她心里憋着火 这有火不得发出来 你说她不找方若渝找谁去 她进不了物资公司 非得让我给她办个出入证 你没给她办吧 那我能给她办吗 这种违反原则的事情 我是绝对不会做的 那 那你不给她办 她就不跟着方若渝了 那你的意思 我是办呢 还是不办呢 我 我先吃饭 你先忙去吧 辩论这个地方 方林先生 麻烦你一定要闻一下吧 你要不闻呢 无私也有必了 抽筋 speak 你去把这个文件拿到记药科 大侠 姐 你怎么来了 我 我问你点事 那副处长 我先走了啊 小丁 回来 去把这个盖好章的出入证发给他们 提醒他们不要涂改 涂改是要换证的 好 我传达下去 姐 我先走了 辛苦了 挺 挺忙的 听说你上屋子公司订方若鱼的烧了 是不是守屏这个兔崽子给你打的下报告 你先别管谁打的报告 我今天肚子不太舒服 我去趟洗手间啊 马上回来 你快点害我 我还有事问你呢 好 走 你站这儿干嘛 你的警惕性太差了 你说你这又有文件 又有出入证 这儿还这么多的东西 你这万一有个什么特务 过来想干坏事 那还不如一干一个准啊 对 大侠批评的对 我得检讨 你说万一有个坏人呢 多危险啊 以后我要警督成名 所以啊你得长记性 这种错误不能犯了知道吗 我记住了 哎 好像少了一张啊 你好好数不数 什么叫好像啊 这心里没个数啊 大侠 你刚才要问我事 什么事 文贡团做包子 我就想问问你能吃几个 啊 啊 我翻译你不知道啊 行 我有数了 integration 都知道了 我怎么做医伙 是吧 都知道了 就重运了 我洁友 妥妞 这應該帮你 我站问你 你说怪不怪哈 昨天你跟我说 这个方若瑜出差了 我中午就跟他吃的 王妈子过天 还喝了那个高粱烧 今儿早上呢 又一起逛了洋行 这 你说我是不是遇到鬼了 这 这不可能吧 行啊 我不为难你 我今儿不找他 我就来这儿看看 不不不 我们这儿还是要凭证出入的 我这是只认证不认人 行了吧 那个仓库在哪儿 去几号库啊 这不是你该问的吧 这条路到头啊 大西边是民用的 这东边呢 是军需物资库 行 那走了哈 等一下 谢谢哈 这给你 走了啊 哎呦